中文字幕提供 首先我要說的是 我們還是一切以國政優先 我們是現在的執政者 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精神放在國政上面 讓我們的國家可以在一個變化中的國際局勢當中 可以穩定的前進 這是我們執政團隊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地方建設 我要跟大家報告 不論是地方的執政 是不是跟中央執政屬於同一個黨派 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只要有利於地方的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 我們對臺中人的承諾是不變的 今年應該是屬於臺灣投資大爆發一年 投資增加 表示我們國家的經濟會往前走 我們年輕人的優質就業機會會增加 臺灣的成長會有持續的動力 所以 蔡英文的團隊 經過這麼多年的準備工作 在國際局勢變化當中 臺灣還可以在經濟發展上穩穩的往前走 我們也在各地做基礎建設 因為臺灣的永續發展需要有好的基礎建設 現在下大雨 常常下大雨 常常會淹水 我們一定要做製水的工程 我們要走向科技數位時代 我們的數位硬體計畫 一定要把臺灣整體的寬屏做好 我們要讓臺灣人的交通更建立 我們要把捷運還有很多的運輸都做好 所以這都是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就是再做我們下一個世代 臺灣所需要的建設 我們讓經濟成長 我們照顧老年人 照顧我們年輕人 我們還謹守財政拘律 這個就是一個疼惜臺灣 為臺灣設想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 蔡英雄的政府守得住臺灣的主權 守得住臺灣人的尊嚴 守得住臺灣的民主自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感恩 謝謝大家